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边框的图可以说不叫工程的图样 没有边框 大家可以看到翻开书上面 必须是要有边框的 在第二章这个地方表21 A0到A4 它的A这条边就是在那个第六页上面 就是这边全部都是这个25 就是要么是25 或者呢 A这边是25 就相当于装定边 另外三条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0号 1号 2号 是10个毫米 3号 4号 是5个毫米 也就是说 这个最基本的规定 还没有满足 第一 这个图纸 这个有问题 我们这个图纸 这个专有名词 是吧 是这样的一种图纸 你如果说 专门去买 买不到 你可以去买一张 A0的图纸 其实它比A0大一点 比1189乘841 稍微再大一点 然后你把它裁下来 裁到这个图纸的大小 再把边框画出来 再把标题栏画出来 是吧 所以这些基本的要求 都没了 变成是一个 当然也可以说 大家很有创意 是吧 我们从换个角度来说 可以说很有创意 但是在工程上面 太有创意 可能还不行 所以这个 我先拿回去看一看 这个 然后再来考虑 下一步怎么来做 我想大家做 已经做了 这个不否认大家的工作 那么上一节课 我为什么没有来呢 我那天晚上是 我是星期天晚上 从乌鲁木齐飞杭州 那么这个飞机呢 本来就要在山西运程 要停一下 大概再过一小时 就起飞了 结果降落也很准时 后来就不通知起飞了 后来就说 这个飞机出故障了 然后呢 这个修了好几次 这个现场的人员 修了几次没修好 然后就把我们拉到宾馆去 第二天了解了说 这个修飞机的 这个师傅呢 要从北京过来 这个飞机的配件呢 要从深圳过来 那我在想 那这个时候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就从运程 运程这个很小的一个地基室 靠近这个陕西 这边就离开太原 还是有个几百公里 所以后来我就 又重新坐了个飞机 坐到太原 然后再从太原呢 飞回杭州 所以那天下午 礼拜一下午 大概三点钟 回到这里 大家可不可以知道一下 这个飞机的 这个发动机的转速 大概会有多少 能不能 每分钟大概会有多少 每分钟的转速 转速是指每分钟的 我们的机床的转速 大家知道吧 就普通的机床 这个电动机 大家能想象一下吗 电动机的转速是多少 电动机的转速 一般是两千九百八十转 就是电动机啊 这个叫这个原动机 它的这个转速呢 是两千九百八十转 那么这么高的转速 对于这个工作机来说 一般来说 我们要通过减速 通过减速之后 减到你所需要的 这个工作的这个状态 那么所以呢 一般来说 我们会有很多的 叫做减速器 叫做减速器 但是在飞机里边呢 可能就需要帧数 要帧数之后 才能达到 这个高速的这个目的 大家知道飞机的这个时速 一般来说是达到多少 飞机的时速 一个小时的时速 基本上是在八百左右 八百公里左右 为什么不能再高一点呢 大家可以想想想 主要问题 就在这里头 我们这个声音的传播啊 在空气当中是多少速度 每秒钟多少是 每秒钟三百四十米 一般来说 在每秒钟三百四十米 这个地方啊 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 剧烈的这个噪音和震动 所以这个呢 叫做马克数 就过了这个 一倍的音速的时候呢 会特别噪音大 特别震动 过了这个音速呢 又好了 然后到两倍马克数的时候呢 又会震动很大 噪音很大 大家知道我们 民航科技当中 曾经有过什么 每个飞机 可以是过音速的 协和是吧 但是呢 协和是停掉了 为什么 因为 一个是成本太高 第二个呢 就是它的安全性 还是受到一些质疑 为什么 就协和飞机 自从造出来以后啊 它飞了多少呢 当时 大概十年前 已经停掉了 当时说 它整个飞机的 飞行的起降的次数 大约才相当于 波音飞机 一周的起降量 所以它的这个 相当于这个 试验的次数啊 还不是太多 是吧 相当于波音飞机 一周的起降量嘛 所以还不够 所以飞机可能要 增速 增速到它的 转速可能会达到多少呢 可能会达到 每分钟十万转 所以你可以想象 飞机的这个速度 是可以很快 是吧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就是一般的速度 是2980转 这里它达到十万转 所以它需要 加速 增速器 增速器的时候 它的速度快了 对材料的要求 可能也就高了 是吧 对结构的要求 可能也就高了 所以我们国内 现在正在造这个大飞机 是吧 当然目前来看 进展还是不错的 是吧 前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多 这样的一些经验 所以上一次课 给大家讲的 这个画的这个图啊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这些你要造飞机 也得把图画出来 是吧 如果像大家这么画的话 就也太随意了 是吧 太随意 所以我拿回去看了之后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下一步怎么办 今天呢 我想给大家专门介绍一个单元 就是关于尺寸标注 关于尺寸标注 这个是单独的一个内容 可以说我们这门课 其他地方 绝大部分讲到的 都是形状的表达 形状的表达 而今天我们主要是介绍 这个尺寸 尺寸呢 其实是表示了它的大小 尺寸标注呢 我们上次曾经说到过 我们有这么四个方面的要求 第一个是正确性 第二个是完整性 第三个是清晰性 第四个是合理性 所以我们先讲这个正确性的要求 正确性的要求 在这个书上面 就是第十四页 关于尺寸标注的基本规则 这些基本规则呢 也要满足和符合这些基本规则 其实就是符合了国家标准的规定 这里有这么一些基本的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国标 这个地方有个T 然后那是4458 点4 点003 那么我们说 这个就是中国的国家标准 GB 然后这个T呢 我上次也提到过了 是一个推荐国家标准 推荐不等于你可以不接受 是吧 这个推荐你是必须接受的 为什么呢 这个推荐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标准倒是非抢制的 非抢制的 所谓抢制标准 就是和人的生命健康 有关的一些标准 属于抢制性的国家标准 比如说药品 一些标准属于抢制性的 这个呢 当然暂时不是人命关天 是吧 所以是叫推荐性的国家标准 这个标准号 标准流水号 后面这个呢 是个标准 制定或者实施的年份 制定或者实施的年份 这里有些基本的规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 基本知识 第一个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尺寸数值为基件的真实大小 也就是说 这个基件到底多少大小 不是以你去量出来是多少为准的 而是以标在那这个数值为准的 所以呢 这里头我们说尺寸标注 这个我们这个绘图啊 绘图其实是存在误差的 绘图是存在误差的 本来比如说12毫米 你画成了11.2毫米 12.3毫米 都是有可能的 是吧 况且这个图线 本身就有一个粗细在里头 所以不能完全按照 表达的这个形状来看大小 而是要靠尺寸标注 来反映它的大小 是吧 这个大小是靠尺寸标注来反映的 与绘图比例 以及绘图的净确度无关 所以尺寸标注是必须标的 就是与绘图的比例和绘图的准确度无关 那么关于绘图比例 我们前面跟讲到过 这个绘图比例啊 也是有国家标准规定的 也是有国家标准规定的 我们可以看到第七页 你这个比例不能随便的取 是吧 可以是1比1 是原值大比例 放大的比例 2比1 5比1 1乘10的N次方比 缩小的比例 1比2 1比5 等等等等 刚刚一个同学 他说他我看他画大了 我说应该是2比1 他说不是 他是5比3 是吧 是吧 刚刚那个同学说的 5比3这比例就不对了 就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了 是吧 你干嘛搞个5比3呢 是吧 是吧 这个5比3是不对的 也就是比例取多少 国家标准也是有规定的 是吧 这里就是在表22当中 你可以1比1.5嘛 1比1.5就可以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吧 在这些表格当中 在工程表格当中 往往会有加括号的这么一些数值 大家知道 这个都是一个统一的说法 就括号内的数值 尽可能不用 也就是说 括号内的这些值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 看到吧 在放大比例当中 有4比1 2.5乘10的N次方比1 等等等等 这个括号内的这些比例 尽可能不用 不是说不能用 而是不推荐使用 就是优先使用 不是括号的 这些比例 你像缩小比例 有1比2 1比5 1比1的 1乘10的N次方 但是1比1.5 1比2.5 1比3 1比4 这些缩小比例 就属于是 不推荐使用的 是吧 尽可能不用 但是用了也是可以的 但是像刚刚同学 用了个这个 5比3 这个就是属于非法的了 是吧 当然暂时可能不会起诉 这个这个 这个属于非法的 所以这个比例 什么叫放大比例 大家知道 2比1就是放大嘛 1比2就缩小嘛 这很简单 是吧 2比1就是2嘛 1比2就是二分之一嘛 那就是缩小了 所以这个 到时候不要 1比2 2比1搞糊涂了 是吧 拼命去 哪个是放大 哪个是缩小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是吧 所以 这里特别注意 与绘图的比例无关 无论你是 1比2 2比1 该是多少值 标注的这个尺寸值 是不变的 还有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与绘图的准确度无关 你有误差 是客观存在的 没关系 你标出来是多少值 就是多少值 这是第一条 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规则 第二条 非常重要的规则 图样中的尺寸 是以毫米为单位的 这一点我想 要特别的注意 因为在中学里边 可能大家普遍 使用的是厘米为单位 对吧 厘米为单位比较多 我们在这里一定注意 是毫米为单位 所以1000 就相当于是一米 是吧 1000就是1000毫米 如果采用其他单位 必须注明单位的全称 我们不允许用其他单位 是吧 不允许用其他单位 所以肯定是以毫米为单位的 第三 图样当中所标注的尺寸 是零件完工以后的尺寸 就这个零件加工完了之后 它的最终尺寸 应该是什么 否则应该另加说明 也就是说 中间的过程 这里是不涉及的 应该是最终的尺寸 完工以后的尺寸 第四条 每个尺寸 一般只标注一次 也可以说这里甚至于 可以把这个一般去掉 只标注一次 只标注一次 如果标两次 这就算是重复标了 是吧 重复标了 是不对的 只标一次 假定说你要特别特别的 需要强调 有某些情况下 那么这个尺寸 你可能要加括号 就表示这个尺寸 是个参考尺寸 不算数的 或者说不太算数的 就是加括号 加个括号 就表明这个尺寸 是个参考尺寸 比如说我左边 标的是这个 执径 右边要为了要表示 它和执径是 这个相切的 那么或许是需要 再标个尺寸 这后面我们有例子 可以稍微再加个寿命 一般来说 我们做一个尺寸 只标一次 只标一次 你可以标在主视图上 或者长度反向 你可以标在辅视图上 或者你可以标在主视图上 可以标在左视图上 是吧 高度尺寸 只标一次 并且呢 应该标注在 最能够清晰的反应 这个结构特征的视图上面 就尺寸应该标在哪里 我们刚讲的正确性标注 完整性标注 清晰性标注 这个清晰性标注的意思 就在于 你要选择 你所标注的这个视图 第五个 标注尺寸的时候 应该尽量使用符号 或者数写词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有一些符号 主要的符号 我们可以看到 测镜 这是肯定要用这个符号的 你不能说测镜八 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的 是吧 必须用这个符号 这个是测镜的符号 这个是半镜的符号 R 这是半镜的符号 然后呢 有球测镜 球测镜就是S半 和球半镜 SR 必须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就是测镜半镜 圆球测镜 圆球半镜 厚度 可以用T来表示 45度导角 是一个特别的导角 用C来表示 如果是30度 或者60度的导角呢 你要把它标注出来 是45度导角 你用C来表示 均步 就是比如说四个孔 它均匀的 这个分布 那么这个人呢 可以用这个ECOS来表示 正方形 深度 这也是一个符号 是吧 多少深 成孔 或者货瓶 这个呢 是一个工业的情况 就是说 这个地方 可以是一个局部的加工之后呢 把这一块区域 把它加工到一定的 这个尺寸 这是埋头孔 那么 大致呢 主要 最常用的 其实就是 φ R Sφ SR 这几个是最常用的 我们可以看到 尺寸的话 待会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分类 一般的尺寸 都会有 前缀 或者后缀 前缀 或者后缀 比如说 我们有半径尺寸 直径尺寸 这里还少了一个 角度尺寸 该怎么表示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直径尺寸 半径尺寸 角度尺寸 倒角尺寸 螺纹尺寸 线性尺寸 等等 我们这尺寸 可以进行一个分类 可以进行一个分类 好 我们先 先看下面 尺寸的组成 尺寸有这么 四个方面的内容 来组成 第一个 叫做尺寸界限 尺寸界限 是细色线 上次我们讲过 这个线了 是吧 出着线 细着线 拨乱线 点化线 这个尺寸界限 是细着线 并应该由 轮廓线 轴线 或者对称 中心线处引出 也可以用 这些线 来代替 尺寸界限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一般 一个尺寸标注 它的线 这里头呢 我们可以留下一个疑问 是不是尺寸标注 必须从 轮廓线 轴线和对称中间 是不是都是点化线 对吧 对不对 轴线是不是点化线 对称中间线 是不是点化线 是吧 就是是不是必须有 轮廓线 那么轮廓线 大家想一下 可以是什么线 这里是轮廓线 出着线肯定是的 还可以是什么线 虚线是可能的 当然待会我们可能就要讲 尺寸标注 应该尽量避免 在虚线的地方 标注尺寸 尽量避免 在虚线的地方标注 这个会作为我们这门课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本准则 所以这里可能是 出着线 一般来说 不太会是虚线 虚线标尺寸 不是说一定是错的 但是呢 基本上是不太好的 是吧 当然我们待会要讲到 既然这个虚线 不太好标尺寸 所以我们就会 在图样表达当中 尽量使得 这个虚线不出现 那么大家想一下 要让虚线 不出现的话 可以采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随便想想的方法 什么方法 要让它不出现 要么让它变成实现 对不对 要么我们就省略 其实就这么两种方法 对吧 要么变成实现 第二个就是省略 省略不化 虚线就不出现了 是吧 或者 当然我们更主要的 一个内容 待会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 要让它变成实现 是吧 这个就是叫做剖切 把 看不见那个物体 把它剖切之后 我们就假想的剖切之后呢 我们就认为 这个内部结构 我们就看到了 看到的时候呢 这个虚线就变成了实现 变成实现之后 这个尺寸标注就好标了 或者 在其他地方 已经表达清楚的时候 这个虚线 我们就省略了 省略以后 你自然也就不会 飙到虚线上去 所以 从这个尺寸界限来说 应该有轮廓线 这个轮廓线 可以是 触则线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下一节课 我们会讲到 不一定是 一定是触则线 有时候 可能可以是 从细则线远出的 但是这个从细则线引出啊 就 产生了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信息 这个什么信息呢 就整个这个图形 如果 你是从细则线引出的话 我就知道 这个地方 可能是标注了 螺纹尺寸 这个我们要到下节课 再来讲螺纹 再讲螺纹 我在这个 1994年发的那篇文章 在计算机学报那篇文章 是吧 刚一个同学说去看了那篇文章 那里头我就讲到了 在细则线之间 标尺寸的话 必然标的是螺纹 就相当于 我就反过来 可以做这么个推断 所以这个尺寸界线 不是说一定从 轮廓线出发 因为一般来说 这个轮廓线 是 触则线 轮廓线还可以是 波浪线 是吧 待会我们会讲到 可以是波浪线 还有呢 其实在有些情况下 这个轮廓线 可以是 点滑线 可以是点滑线 所以就关关这一点东西 我们又可以 从这个切入 可以来 做一些讨论 待会我会 再给大家 这个具体例子当中 再来做说明 比如说 这里 这里一个尺寸 是吧 这个就叫做 尺寸界线 这两边 这叫尺寸界线 这个也叫 尺寸界线 尺寸从哪儿 到哪儿 这样的一个 表示 是尺寸界线 是吧 这个蓝 这个蓝颜色 这个表示的 都是尺寸界线 红颜色表示的呢 都叫尺寸线 尺寸线 尺寸线呢 也是细子线 一端 或者两端 带有 中端 这个中端的 一般来说 我们用箭头来表示 也可以用斜线来表示 但我们在 机械图样当中 不推荐 用斜线 在这个 建功的图样当中 可能会用斜线 所以我们这里 一般用箭头 这个箭头 这个 上杰克 应该已经讲到 这个应该是四笔 这个宽度 这个箭头的尾部的宽度 如果是 那它是B的话 这个箭头的长度 应该是四个B的长度 这个大致 这个当然不用那么准确的去量 但是刚刚 有几个同学交给我了 是吧 画这种箭头 这就不是工程图样里面的箭头 好几个同学是这样的箭头 甚至于 或者有些同学是 是吧 为了表达得清楚一点 是吧 这个搞 搞这个 这么个箭头 这也是错的 这个是细线 这个箭头的尾部的宽度 大约是出着线的宽度 所以这个箭头 应该是细长型的箭头 是吧 这个就 太肥了一点 然后 如果你这样的箭头 画出来的话 整张图子就是 繁星点点全是箭头了 是吧 除了箭头什么都没了 是吧 所以 这样的箭头是不对的 这样的箭头也是不行的 它是 实际上是 其实两边 弄一点点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大概四倍的 这个 触摄线的宽度 这个大概就是触摄线的宽度 这个就是细线的宽度 这样的箭头 这个 在 这里讲到是大于等于六滴也可以 是吧 就四到六倍 在这个十五页上面 图216 图216 它还画了一点点这个圆弧 是吧 就是五倍左右吧 这个地方是五倍左右的这个长度 图216 这个是箭头 就一端或者两端 带有中端 中端那是箭头 或者斜线 我们就用箭头来表示 所以这里稍有点不同 是吧 我觉得那是四倍就够了 书里这里讲到六倍 稍稍太细长了一点 是吧 可能太细长了一点 其实因为尾部的宽度 等于低的这里 稍微比出这些 再出一点点也是可以的 所以大概是五倍的 出着线的宽度 五倍 五倍左右 但是呢 只要整个这个图纸 基本保持统一就可以了 不要到这 有些箭头们很细小 是吧 一点点 有些箭头们很粗大 这肯定是不行的 所以这样两种箭头是不对的 是吧 这两种箭头肯定是错的 这个到时候真的会很难看 这张图纸看起来就 一点都没有美观的感觉了 是吧 尽管我们不是搞艺术的 但是这个这个 基本的感觉还是要有的 所以这个是尺寸线 那么这个是斜线 我们就不建议采用 不建议采用斜线来表示 那么 尺寸与尺寸之间啊 就这个尺寸和这个尺寸之间 最好呢 这个间距要大于7个毫米 小于10个毫米 就是这个尺寸和尺寸间相当于要注意一下 它的排列 这排列呢 也是为了美观 是吧 你说难道用6毫米就不对吗 是吧 用11毫米就错了吗 这都不是对和错的问题 而是怎么看上去比较这个这个美观的问题 是吧 美观和艺术还还差一个距离在那里 是吧 还不是美感了 是吧 这是我们只是美观 所以这里头呢 要需要有一定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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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间距 不要某个尺寸呢 靠得很近 某些尺寸呢 又拉得很远 尺寸界限超出箭头大约2毫米 就是这里头啊 要稍稍的超出一点 就不要刚好是这个尺寸界限就到这个箭头这里为止 是不对的 也就是比点画线呢 这里是大约5毫米 这个还稍稍少了一点啊 这里大约应该超出5毫米 这里大约超出2毫米 这都叫大约 是吧 用不着去量的 但是你不能刚刚好画到这个箭头为止 是不对的 是吧 没画到这个地方吗 那更不对了 那就是不对了 所以大约超出2毫米 尺寸线 第二个 尺寸线不能用其他图线代替 尺寸界限倒有可能是可以用其他图线来代替的 尺寸线不能用其他图线来代替 也不得以其他图线重合 画在或者呢画在它的延长线上 就是尺寸线不能用其他图线来代替 是吧 这个是尺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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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线必须单独画出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尺寸线不能用其他图线来代替 为什么 大家想一下 因为在尺寸线上面 一般来说是需要画箭头的 然后你需要画箭头 如果说你用这个轮廓线来代替 好了 你这个把这个轮廓线破坏掉了 对不对 轮廓线破坏掉就会引起读图的人的误解 这样的话 你这个图就乱套了 是吧 这个图就乱套了 所以为什么说尺寸线不能用其他图形来代替 就是因为如果用其他图形来代替 会破坏这个本身的图形的表达 而尺寸界限是可以的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尺寸界限是可以的 标注线形尺寸的时候 尺寸线必须与所标注线段平行 就是标注 比如说从左到右的这个线 这样的一个尺寸线 必须和我所要标注的 这样的这个线段是平行的 是吧 你不能标歪了 这个地方必须是平行的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就是尺寸界限 尺寸线 尺寸数字 比如说这里有些尺寸的数字 这个直径φ是16 这个地方的直径是φ10 这个总共的长度是35 这一段φ10的长度是20 然后呢 这个导角是C1.5 大家想一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导角呢 是45度的 这个1.5呢 就表示这个高度 这个地方这个高度切进去 是1.5 是1.5 不是指这个地方是1.5 不是指这个斜边是1.5 而是指这个高度是1.5 就是切进去的高度是1.5 或者这个地方也是1.5 那么为什么要标出这个导角呢 这个叫导角 为什么要这个导角 这个导角呢 其实是为了安全考虑的 就是说你在装配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这个不容易划伤手指 否则的话如果这里很尖的尖端 哪怕你戴了手套 可能都不行 是吧 装配的时候不容易划伤手指 这个一个 从安全角度来说 换一个角度来说呢 加工这个导角之后 不是这个尖角之后啊 这里不容易引起阴力其中 如果是尖角啊 这里可能这个力的受力方面 这地方可能会产生阴力其中 所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 这些地方都应该 加工成为导角 加工成为导角 所以这个数字高度 当然我们说可以根据图纸的大小 有所不同 一般应该住在尺寸线的上方 或者左方 或者左方 一般的我们这个尺寸线呢 也可以中断的来画 但一般我们也 至少我们说整个图纸 还是最好是统一 还是标在尺寸线的上方 是吧 这就标在尺寸线的上方 这个呢就是在 垂直的情况下 就标在尺寸线的左方 字头朝左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字头朝左 字头一定要朝左 这个垂直方向的尺寸 字头如果朝右 这就算错了 这就算错了 否则我就搞不清这里 到底是91φ还是01φ了 对吧 所以这个必须是字头朝左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一般住在尺寸线的上方 或者左方 一定有在字头有朝上的趋势 这个待会我再做个说明 第二 尺寸数字应该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来书写 并且呢 水平方向字头朝上 垂直方向字头向左 那么这里有一个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16页上面 图217 就在不同的情况下 这个字头该怎么来表示 我看啊 下面 比如说这个89 是吧 这个是89 而不是这个68 这个是朝上 或者朝左 看一下这里应该有个图 比如说这个16 你看 我们应该在尺寸 数字应该在尺寸线的上方 这都没问题的 是吧 这个在上方 这边在上方 这也是在上方 这也是在上方 那么好了 到了这个地方的话 90度的时候 字头是朝左的 那么按照这样的规则来的话 这边过来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什么时候发生突变呢 所以 这里有个30度的区域 注意 不在这个30度的区域里边 直接标注尺寸 不在这个30度的区域里边 直接标注尺寸 如果要在这个里面标注尺寸的话呢 要用引出标注 要用引出标注 就是这个地方 比如说 是在这个30度范围之内 是吧 你这个地方如果写16 那人家就搞不清 到底是16还是91了 所以呢 你这里可以引出标注 这地方 这个叫引出标注 理解这意思吧 就这个数字 不要直接写在 这个30度的范围之内 不要直接写数字 尽管我们知道 这个数字应该在尺寸线的上方 或者左方 或者左方 这个地方 在这个30度范围之内 这里我们就 避免 避免写这个尺寸 如果需要的话 用这个引出标注 就在这个30度范围之内 在30度范围之内 然后呢 大家特别注意 我这里再补充一句 所有的这个字头 有朝上的趋势 是吧 是不是整个字头 有朝上的趋势 朝上和朝左 朝上和朝左 最最极端的情况 就是朝左了 所以我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大家不要被这个角度搞糊涂了 搞糊涂之后呢 反而变成这个这个字头朝下了 是吧 字头朝下了就就不对了 所以整整体来说 字头有朝上的趋势 那就这个地方 就我这里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地方 我要住 它的尺寸是16 那么又在这个30度的范围之内 怎么办呢 我们用引出标准 是吧 这个就叫引出标准 这个字你看字头是不是朝上了 既然引出了 字头肯定朝上 不要引出已经引出来了 好了 你又搞个什么字头朝左 是吧 这个这个其实就像那只花色天竹了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出来之后啊 不要这里再再来个这样的引出 是吧 所以我引出了 这里来个这个16 这个也是错的 既然引出标准了 那么我们是画成水平的 画成这样个16的尺寸 这是在这个30度范围之内 尽量 避免标准尺寸 第四个 尺寸数字不可以被任何图线所通过 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 尺寸数字在工程图样当中 它的表达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也就是说如果其他图线碰到尺寸数字的话 其他图线应该断开 其他图线应该断开 当然我们希望你的表达不要 是吧你说你优先级高就老是去打断其他的图线 那这个就又有问题了 是吧 不得以而为之 不得以而为之 但是呢尽量 尺寸数字和其他图线 不要干涉 不要干涉 万一不得不干涉的话 那么其他图线要断开 所以我们说有尺寸界线 尺寸线 尺寸数字和尺寸箭头 这个四个内容当中 尺寸数字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就这句话 我们利用另外一个数据来表示 就是尺寸数字的优先级最高 是吧 可以说它是不容侵犯的 这个是不能被其他图线所穿越 因为一穿越之后 这个数字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会对这个图样的读图 产生这个不利的影响 是吧 你像这个地方 需要标在这里头的时候 这个点滑线是要断开的 就这个尺寸数字 是点滑线是要断开的 因为否则你这个画过去 说不定理解错了 它就看成110了 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按道理来说 它也可以跟其他地方比较一下 也不至于看成110 但是也就是说这个数字 优先级很高 其他的图线应该断开 其他图线应该断开 像这个地方 标在这 或许也是可以的 当然你如果更好的话 你可以把它标到外面来 是吧 标到外面来 这样的话就不会和图线冲突了 不会和图线冲突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角度尺寸 直径尺寸 半径尺寸 以及狭小部位的尺寸的标注 先看一下角度尺寸 这里我特别提醒一句 角度尺寸的字头 永远向上 角度尺寸的字头 永远向上 不要像刚刚那个 其他的尺寸一样 是吧 你去搞一个这个 根据这个角度发生变化 这里这个尺寸啊 无论你把这个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角度尺寸 所以呢 它的尺寸线是圆弧的 角度尺寸的尺寸线是圆弧的 你可以中间断开 你也可以中间不断开 都可以 但是这个时候 它的字头永远向上 不跟你的这个角度所在的位置 有任何的关联 字头永远向上 万一这个地方 地方太小的话 那么你可以通过 引出标注 这个就叫做引出标注 是吧 这里这个五度写的 不太写的像 那么你可以写到外面来 因为这里说不定是 一度也有可能的 是吧 你也可以把它引出标注 写到外面来 这是角度尺寸 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 它的字头永远向上 字头永远向上 这一点跟前面我们讲到的 这些线性尺寸 或者那个时候 有可能是直径尺寸 是吧 那种表示方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尺寸界线 沿着镜向引出 尺寸线 应划成圆弧 它的圆心 是这个角的顶点 这个角度角的顶点 尺寸界线 是进向引出 是吧 尺寸线 划成圆弧 这些线 同样是细尺线 同样是细尺线 角度数字 一律水平输写 一律水平输写 就是字头永远向上 这我已经反复地强调了 是吧 反复地强调 通常写在尺寸线的中断处 必要时候允许写在尺寸线的外面 或者引出标注 就是这个时候 尺寸标注的时候 倒是写在中断处 更加多一些 写在中断处更多一些 而一般的尺寸标注 我们不推荐写在中断处 所以这也是角度尺寸 和其他尺寸的 一个不同点 是吧 你看这里只要尺寸位置够的话 它就写在中断处 因为像这个25 如果这个在于中断的话 这个两端的尺寸线 显得太短了 是吧 所以就可以写在外面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连这个里边根本写都写不下 所以可以写在 这个作为引出标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个什么情况呢 看上去 这个箭头啊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两个尺寸共用的 是吧 那么这个是一种表示方法 待会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两个尺寸键头 如果在一起的话 我们如果画得下 可以这么画 如果画不下 我们两个键头 可以用一个点来表示 这就我们看一下 质径尺寸 先看质径尺寸 应该在尺寸数字前面 加住φ 这个是必须的 是吧 你不加φ 质径尺寸就变成了 线性尺寸 质径尺寸变成了线性尺寸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吧 这里是质径尺寸 你可以是 引出来之后 用引出标注 可以用引出标注 也可以直接 把这个φ 写在这个尺寸线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尺寸界线在哪里啊 它是不是 用这个轮廓线来 代替尺寸界线了 是吧 所以尺寸界线 是不一定 完整的 不一定都有的 但尺寸线 肯定是有的 尺寸线肯定是有的 这是 特别注意尺寸线和尺寸界线的不同 尺寸界线 它等于是利用了这个轮廓线 是吧 轮廓线可以来做尺寸界线的 这个是用引出标注 这个是不用引出标注 这个是另外一种 按照这个普通的尺寸 这样来标也可以 是吧 这样标 也可以 就是里头 连写箭头的地方都没了 你可以把箭头 画在外面 是吧 这个相当于箭头是画在里头 这个箭头我们本身 需要一定的长度 箭头画长度不够的话 你可以把箭头画在外面 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引出标注 也可以 更加简化一点的话 我画都不画 我就是这个指到这儿 这儿就是肯定是5了 是吧 更小的话 也可以这样来表示 所以这儿就是肯定20 肯定20 待会我们会讲到 持镜尺寸 尽可能标在不反应圆的头以上 待会我们会讲 我这里先提一下 就像这里这个520 我们是标在主视度好呢 还是标在腐视度好呢 就是说 我们这里待会还会讲的 就是尽量标在不反应圆的头以上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圆啊 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是吧 然后呢 持镜的话呢 标在不反应圆的头以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 这个主视度 它是 它是这个一个回转面 是个回转体 是个回转体 520 待会我们还会再讲一句 叫做半径尺寸 必须标在反应圆的头以上 半径尺寸必须标在反应圆的头以上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 那你说 那我这个放二十 我就以后不记了 看到圆我就标 是吧 那我就这里就标个R十 对不对呢 不对 我们还有一个规则 叫做 大于半圆 要标直径 小于等于半圆 标半径 待会我可以再稍微讲讲 就是这里头就是几个关系啊 是这样来处理的 就是直径尺寸 尽量标在不反应圆的头以上 半径尺寸 必须标在反应圆的头以上 大于半圆 标则净 小于等于半圆 标半径 小于等于半圆 你标则净 又是错的 小于等于半圆 必须标半径 标半径 必须标在反应圆的头以上 这里倒是不是可以 而是应该尽可能的标在非圆 视图上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如果标在圆的头影上是出色线 标在非圆的视图上面是虚线的时候 大家想一下 这地方我们做什么选择 我们来讨论一下 如果标在圆的头影上是 是线 标在非圆的视图上面 那个非圆的视图是虚线的话 我们应该标在哪里 我们还是标在反应圆的头影上 也就是从这个优先级来说 虚线我们还是尽可能不标 虚线尽可能不标 是吧 假定说那地方 我没有办法把它变成实线 或者没有必要把它变成实线的时候 省略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标在圆上 所以这尽尺寸 尽量标在不反应圆的头影上 但是如果说不反应圆的头影是虚线 我们还是标在反应圆的头影上 这就是他们的优先级的一些关系 标注球面则进的时候 应该在符号fire前面 加注s 就是sphere 这个球的英文字母 sphere的s的意思 就表示是球 老的国家标准是写中文的球 现在改成这个写s就可以了 这个是sphere的意思 这就表示这是个球 而不是一个柱面 不是个柱面 是个球面 半径尺寸 标注半径尺寸的时候 应该在尺寸数字前面 加注符号r 这个是半径 是吧 你可以箭头在圆弧里头 你可以箭头在圆弧外头 箭头在圆弧里面 也可以用转折一下 这下来就是个引出标注 也可以在这里头r6写在里面 或者引到里头来写 或者就直接表明 这个地方是r3 是吧 都可以 就要表示出这个圆弧的半径 圆弧的半径 应该标注的是圆 因标注在反映圆的视图上 这句话其实我刚刚已经讲到了 就是半径尺寸必须标在反映圆的头影上 你说你说r5标在一个不反映圆的头影上 那是肯定错了 肯定错了 就是半径尺寸必须标在反映圆的头影上 是吧 这地方是r10 你如果标在左四图上面 那是肯定错了 是吧 这是肯定错了 就是半径 小于等于半圆 标半径 刚刚我已经讲到了 大于半圆 标着近 半径必须标在反映圆的头影上 是吧 这是错的 标注球面半径的时候 应该在符号r前面 再加符号s 还有就是一些小储存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圆弧半径过大 或者在图纸范围内 无法标注出圆心位置时的标注方法 这就是 这r80 这个圆心可能在很远的地方 是吧 那么就可以 这个打个转 是吧 或者叫做折一下 就表明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圆心呢 是在这条线上的 是吧 但是在比较远的地方 你可以表示一下 这个就是r80 当然 不这么做也可以 是吧 你干脆就画到这 也是一种方法 是吧 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一般来说呢 我们要求从圆心标出 是吧 这是比较大 比较大的时候的画法 是吧 也可以 我就直接这么画了 我就不去找它的圆心 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的 我刚才已经讲到 是吧 这个是一种方法 这是另外一种方法 我就画到 画一段 画这一段 这就是sr85 是一个球 是吧 是个球 小小部位 尺寸的标注 你看 这就是小小部位 这个地方 是5 这个地方是3 这是2 这是3 这是5 是吧 这里根本就连画箭头的地方都没了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就用这一个点啊 就相当于画了两个箭头 是吧 这个点是两个箭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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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点代表这里画了两个箭头 主要就是把这个数字把它表示出来 当然这里我们也可以有些时候可以采用夸大画法 就是真的要表明它的间隙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可能可以需要采用夸大画法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 就是在实现功能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间隙是必须表达出来的 哪怕这里这个间隙只有0.1毫米 可能我也可以画它个0.5 画它个1毫米 也是可以 这个后面有些功能上面 我们说这个间隙啊 是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的话 你可以采用夸大画法 不是可以 所以不按照实际的尺寸来画 这个是用点来表示两个箭头 那么这个是一个尺寸 这个如果说里头尺寸写不下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尺寸数字写外面 箭头也画在外面 箭头也画在外面 这个是尺寸 这个标注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则 是吧 一些基本的规则 还有一个均匀分布的孔的标注 比如说沿着折线 均匀分布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整个 这个是100 然后呢 这地方的定位 是10个毫米 这里呢 孔之间的距离是20个毫米 然后呢 就是4乘20等于80 那个孔呢 是5个孔 每个孔的磁径是8 这就是均匀的一种表示 这里就是5个孔 每个孔的磁径都是8个毫米 沿着圆周均匀 是吧 这就沿着圆周均匀 你看 它也是定位定好 这里是15度 然后呢 一共是8个孔 8个孔 其实 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这个其实你 你画到这个地方也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不是 因为其他结构 没有 没有其他结构啊 是吧 当然 这里可能 后面我会看到 如果有个建潮 它需要有个特别结构的时候 这是有意义的 否则这个地方 你这个射误度放在这 其实没什么意思 8个孔 每个孔呢 是6毫米 它是均匀 是吧 是均匀的 这是沿着圆周 均匀 这是线性均匀 这是这个圆弧均匀 当图中的孔的定位 与分布已经明确的时候呢 可以省略 是吧 其实很清楚 所以我刚讲就是这样的画法 是其实搞复杂了 是吧 用这个画法不是更简单吗 假定说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的话 对不对 你画在这个上面 这个8个孔嘛 就很简单了 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个均匀的情况 是吧 所以这个图呢 相当于把它搞复杂了 就我刚刚讲到的 其实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断面为正方形结构的标注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需要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个正方形 它的尺寸是16 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这一段是圆柱 这一段呢 是长方形 那么为了表示这个地方是个平面 大家想一下 这个地方是个平面 所以是用细色线 来表示的一个 这个叉叉的一个形状 就是你可以知道 这个时候呢 这就表示这个是个平面 肯定不是曲面 这个是个平面的表示 这个面是个平面 就是你不把其他图形画出来 我都知道了 就这里是正方形 16 四条边都是16 这个意思 理解吧 这个地方就表示是平面的意思 这个是个通用的表示方法 是个平面 这个是另外一种表示 叫16乘16 是吧 也可以说这也是个平面 跟这个表示方法是一样的 这表示方法是一样的 就表示这个是个平面 不是一个圆柱面 不是一个圆柱面 这个又是一个表示 其实呢 相当于这个就是 这个斜的是吧 这也是个斜的 相当于是个菱形啊 是吧 这边是看到了整个面 这里看到的是不是 上面的一个类似形 这个是下面的一个类似形 对吧 相当于是本来是 我是这样放的 现在变成是这么放嘛 对吧 这个就是这两个 都是看到的这个平面 这两个平面是 侧垂面 不是反应实形的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相当于是 两个是正平面 两个是水平面嘛 是吧 上面这个表示 这个就两个都是 侧垂面 这两个都是类似形 就但是呢 这两个都是平面 这两个都是平面 那也可以用这样来表示 18乘18 这两个是一样的 上面的表示 跟这个下面的表示 是一样的 你如果把这个 另外一个试图画出来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均匀厚度 板钻零件的标注 这个地方 这个T2 就表示 这个厚度呢 这厚度是两个毫米 它的形状 已经表达清楚了 它就没有必要 再去画另外一个试图 因此像这样的 等厚度的物体啊 我们有一个另外的名称 这种物体 我们叫做二维半的物体 二维半有没有听说过 无论你这个形状 多少复杂 但是呢 它的厚度是相等的 这样的物体 我们就叫二维半 是吧 等厚度 二维半 当然我们前面 已经讲过了 是吧 我们可以知道 有分数为 是吧 这个其实2.5为嘛 相当于是 为我们用dimension 用d来表示 就是这个dimension 可以认为它是尺寸 也可以认为它是 它是维 维度的维 这个是二维半 所以均匀厚度的物体呢 相当于这个 二维半的物体 不必另画试图 表示厚度 这样就简单了 是吧 你可以少画一个图 这个t一来啊 你就少画了一个图 因为相当于 另外一个试图的 厚度的关系 你在这里把它 表示清楚了 是等厚度的 后面这里呢 我就不讲了 我就是把 追度和那个斜度 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是要求大家 要有这个丁字词 要在图板上面 把它画出来的 把大家交给伪战图 画出来的 你直接 这个不用这个图板 丁字词画 这个就不够专业了 是吧 大家好歹也算是 学过这个图 工程图 就算是这个科班出身了 是吧 所以这个这个 还是要 要用这个三角尺 图板 丁字尺 来画 是吧 这个是正切边形 是吧 当然我想五角星的画法 大家比较感兴趣 它也是另外一个特别的画法 这是切边形 我这就简单讲一下斜度和追度 这其实是尺寸里边的 两个内容 斜度是指折线或者平面 对另外一个折线或者平面的倾斜程度 比如说 这个地方 斜度是 是天净alpha H比3L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斜度 像这个地方 斜度 1比5 是指 这个地方的这个 一个单位和 长度方向的五个单位 这个呢就叫做斜度 1比5 是吧 这就是斜度1比5 表面它的斜度 那么待会我们可以再比较一下 斜度和追度 是什么关系 斜度符号 是吧 这是个斜度符号 这个H呢 就是字高 这个你这个字 写的字多少高 那么这个斜度符号 这个地方这个开口呢 就开多少高 这个字 也是有这个 国家标准规定的 是吧 当然我们人画起来可能 写起来会比较随意一点 但实际上这个字的高度 也是有这个标准的规定的 追度我们再看一下 追度是指圆追的底面 则径与高度的比 所以追度1比5 和斜度1比5 是不一样的 或者呢是圆台的底缘则径 与顶缘则径之差 与高度之比 比如说这里 追度 一扁 H如果是字高的话 这个追度呢 这个地方 这个 化成1.4的H 就是比这个字高 稍微再高一点 这个长度呢 是2.5的H 那么1比5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1比5的话呢 是直 这里这个直径是1 圆锥的高度是5 跟刚刚这个1比5 是不是正好差了一倍的关系 是吧 追度和斜度 这里相当于是 整个的持近是1嘛 是吧 这里这个仍然是5的话 这个1比5和 斜度的1比5和追度的1比5 正好差了一倍 是吧 差了一倍 是3比5 是4比5 的1比5 对5 是4比6 是4比6 4比6 2比6 1比6